阿根廷 世界盃足球賽事火熱開戰 但才啟動三天 似乎再添新的士族魔咒 阿根廷由最後一五的梅西率隊 對上本屆亞洲排名最弱的 沙烏地阿拉伯 意外爆冷輸球 塞內加爾首戰對上強敵荷蘭 最終0比2讓出比賽 巧合的是阿根廷和塞內加爾 都曾拿下州際盃的冠軍 卻在士族首戰就丟失勝利 今年世界盃地主國卡達 也是首戰敗給厄瓜多 成為世界盃史上首戰 輸求的地主國 甚至意大利連世界盃都沒有踢進 但這四大爆冷曾是 2019到2021年 美洲非洲亞洲歐洲盃的冠軍 不過還有歷屆五大魔咒 是否能在2022卡達世界盃 被打破也是關注交流 像是已經超過一夾子 沒球隊完成衛冕冠軍連霸 主辦國首戰長勝 卡達這次已經破除魔咒 尷尬吞下史上首敗 墨西哥並非最強的隊伍 但是從1994年開始 連七屆首戰隊伍都在碰上他們 分組賽就出局 目前和波蘭首戰結束是0比0合局 FIFA從1991年起頒發世界足球先生 隔年四足賽他們都無法拿到冠軍 還有過去都是歐洲南美霸寶 但今年小組賽開始似乎爆冷狀況 讓魔咒又鬆動的趨勢 也是因為四足賽難測 更讓球迷因此著迷 環宇新聞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使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